《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我是我的嘉 我是Annie 奇梅娟 我是Dora 開心又請到Dora上來 上一集跟她談關於動物權益 回到看後覺得自己應該都出分力 如何聯絡你?Dora可否再說一次 好的 我們的組織是公民黨動物權益關注組 最簡單的可以打電話公民黨總部 電話265-7111 查詢關於我們的消息都可以 或者轉達給我們知道你們找我們都可以 如果再直接一點 其實我們在Facebook有一個項目的 中文叫公民黨動物權益關注組 英文是Civic Party Animal Rights Concern Group 你打搜尋 打這個名字就很容易找到我們 你可以讚好我們或加入我們 就可以跟我們保持聯絡 大家聽到之後今晚就開始了 多謝 Dora 我又想問問問 聽完之後我又覺得小動物真的很可愛 我又想在家裡養小動物 其實真的需要甚麼條件呢 是否一定要房子夠大呢 還是說有愛心就可以了 不要管那麼多了 買了牠回來才算吧 或者領養了牠就算了 才算呢 其實如果你覺得自己喜歡動物 不是說立刻要找一隻動物回來 因為之前你應該做了很多很多自己 一些思想過程 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每一條動物其實 如果貓狗最普遍來說 都十幾年命起碼 所以你作為一個人 你自己在一生裏面 你是不是遇到這十幾年 來去照顧一條生命呢 因為這條生命它不是人類 它不會說自己長大過 自己出街 像子女一樣 然後就理你都傻 媽媽我長大過 你不要扮我 動物不是這件事 動物是牠從出生 到牠中老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養了牠 就是你的責任 牠會給你很多 很其他地方 給不到的一些快樂 和溫馨感覺你 但亦同時成為你一個 真是牠這麼長的生命 就是這麼長的責任 我們人類一定要很清楚 這個責任你是不是可以 願意承擔才去養 再加上剛才你所說 是否應該買或領養 的確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最好是不要買的 最好就是領養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你買牠的來源 其實因為店鋪 就當牠是一個貨物 是一個賺錢的貨物 變成牠的來源 其實背後有很多妻孫故事 牠怎樣可以拿到這些貨物呢 以香港現在的動物法例來說 就是很 監管不了的 即是牠們可以做了很多殘忍 即是直接是虐速的一些方法 才可以生產到那一堆你看上去 牠們好像這麼可愛的貓仔狗仔 所以其實我們都不太鼓勵 你要去買 還有再加上那些人 買很多時候就說要名種 或者是一些 總之不是一些唐狗仔 或者是唐貓 變了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 這些名種的貓狗 牠們因為近親繁殖的原因 牠們很多時候潛在了一些先天性 一些很嚴重的病 例如好像蘇格蘭捷耳貓 你有沒有留意很可愛的 有的 是很難找的 那隻貓我知道 但是其實現在 是知道牠們遺傳了 每一隻這些貓 牠們出生的時候 已經帶有一些基因上的缺陷 牠很多都是養不大 牠們很快幾個月或者一年 已經就會將 即牠們的基因缺陷 那個問題就會出現 牠的脊骨那裡 就會開始有一些變形 退化、萎縮 牠是要捱一段很痛苦的 一個病的過程 然後才死亡 如果你真的覺得牠漂亮 你真的喜歡牠 你買了牠回來 有感情 然後你看到牠受這個苦 其實我想牠作為主人 都不忍心 我又覺得好像很殘忍 很殘忍 如果只是因為喜歡牠的款 強行人類聰明地製造牠出來 但又要牠經過這麼痛苦 才可以離開世界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需要 完全沒有什麼需要 其實養過動物 可能有些人覺得有個盤 大家回來見到牠很可愛 可能我們又轉個話題說一說 有些人說 養貓好比養狗 貓跌到街上也不怕 狗也會跌死 而且貓又不用帶牠出去散步 如果我沒有空 那天我去旅行 我只要給牠糧食就可以了 我把牠運到家 牠又不會去街上 不同狗狗要出去帶小便 那是否真的這樣可以 其實不是的 凡是一條生命 牠都有感受 如果你拿了牠回來家 你是一個朝早8點 晚上十2點都很忙 Folgue Skills 工業同私 有很多應酬 Unbelievable 如果家裡就只有你一人 沒有其他人照顧 你就不要養 因為無論貓或狗 貓又與狗 貓很像我又不用帶牠出去 走 他們自己在家裡搞定所有生理上的需要 吃 去廁所 但在這些事之餘 其實他都需要有人陪他 有人跟他有些交流 如果你經常家庭是正英英空 對一條生命來說是殘忍的 等如你一個小孩 獨留他在家裡 你把食物給他自己可以吃 有電視看也沒用 他都覺得悶 你等於一個人 困住他在家裡 人就叫軟禁 你困住不讓他出家就叫軟禁 動物也是軟禁 他沒有能力告訴你 我現在受這些軟禁的痛苦是很難受的 他們表達不到 但有時候都會表達到 你會發覺狗仔會咬爛了家裡的報紙 雜誌 他會做一些事情 其實是想用他的方法 告訴你 我現在覺得悶不開心 或者有些事情想你幫我改善到 他會這樣表達 但人類有時有很多人 因為持住 他沒有說清楚 就說你頑皮 又罰他 這件事我覺得很不公平 如果那些動物 有時他們都會不舒服 不舒服地帶牠去看醫生 其實香港那些獸醫 真的可以幫到我們 譬如我們養動物 覺得牠不舒服 當然要帶牠去看醫生 其實多不多呢 應不應付到香港的需要 受醫的供應 應該是可以的 但當然水準 有些人 糧友不齊 還有因為如果說回那個報告 香港大學上集有說過那個報告 都有提到受醫那裡 其實裡面的職員 又不用讀過那些動物的 就是Nursing的program 他們不需要有經驗 不需要在這方面進修過 其實那個水平就很視乎那個獸醫自己本身 還有那個獸醫診所的設施 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監管 變了有些可能好些 有些不好 變了一些動物主人要小心選擇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經驗 當時我小朋友很喜歡養那些 很洗直的Hamster 牠不舒服 像雪仔 是的 我帶牠去看醫生 牠說要做手術 做了手術 其實收得挺昂貴 受醫很昂貴 但之後牠給你一些藥 給你針筒回去餵牠吃藥 其實我們回到牠也很害怕 不知怎樣 拿手不成熟 對 拿手不成熟 又不知怎麼辦 終於一個星期後牠也死了 其實那些小朋友是很傷心 不過幸好教育給牠們看到 就是你不可以這樣扔掉牠 你也要盡量去救牠 救牠不到就沒辦法 反而這個我都覺得是一個家庭教育 也讓小朋友看到你是盡責的 你不是拿牠回來 牠一生病你就扔掉牠 這樣就不可以 但在這方面說回頭 牠只是給你一堆藥 但牠完全沒有告訴你 應該怎樣去 牠沒有教你怎樣餵牠 回到牠也不知怎樣算 所以動物主人就自己要聰明一點 要自己問清楚 餵我這堆藥我怎樣做 因為是生手的 第一次不認識 而且動物主人 你懂就餵牠 你不懂就餵不到牠 貓和狗 有些貓或狗很怕吃藥 牠會掙扎得很厲害 沒錯 變成你要自己做動物主人 在這方面要加點功夫 是嗎 我又再問一下 人們說貓有狗的名字 在街上 在多少高跌下來都不用怕 因為之前我和你談過 你說不是的 你的貓也試過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怎樣呢 都和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詳細也不想再說回 是真的 貓是牠本身很好奇的一種生物 牠有很多時候不懂得死 尤其如果牠 可能牠自己走過窗 牠有少少咬字 懂得小心 但當牠一看到有小鳥 有些東西飛過 令牠突然間那個專注 分散了 牠就不知危險 很多時候貓就是這樣掉了 貓有狗的命 當然是一個 假的 假的 一個神話 是不可能 很多貓是會掉死的 是嗎 真是可憐 因為一般人來說 就算我們問老人家 老人家都說 養貓吧 貓結不死 原來不是的 不是的 一定是 約束都試過 前幾個月 半年前 有一宗 就是有一個很變態的人 將人家一家大小 在天台上 放在紙箱上 扔下街 哎呀 就是貓仔媽媽媽 那些全家 那些居民 聽到 那些貓是有一陣的慘叫聲 哀鳴 然後就靜了 然後 他因為那個人 將那個鬥貓 扔下天井 由天台扔下天井 那個天井 基本上就是 要那個 業主立案發團的主席 才有鑰匙 開到 後巷的鐵閘 然後才進入到他的天井 他說 其實那個 業主立案發團的主席 他說 他自己一開閘的那個景象 他都覺得很深厚 他不明白為什麼有人可以做出這些事情 是 真的很殘忍的這件事 是啊 我們聽到 我們都覺得 怎麼可能做得出的 其實我又再說回頭 就是為什麼 香港的法例 是這麼有漏洞的呢 在這一方面 那是不是應該要 真的重新檢討法例 對要是刻不容緩的一件事 香港的法例那種落後 其實它是 即是由英國 當時殖民地 香港 是英國由1911年寫的一套 關於動物福利的法例 它簡直是 在香港的1935年照搬過來 現在英國就整套執了 已經完全改善了 即是跟回人道文明的原則 即是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動物組織 它們的規條已經跟著了 香港動作也沒有動過 是前幾年加重了所謂的 弱速的刑罰 但是基本上落案 即是落 charge的又少 判刑又輕 其實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改動 所以就是了 事無忌憚 事無忌憚 我扶幾百元一千元好未 是啊 我便有空便拿動物來租資 我不喜歡牠便租資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真是有心人 我覺得現在應該有適當的時候 也好像說 刻不容緩 我想大家真的要想想 是不是 找Dora一起 集合的力量 是真是為這些動物 其實你不只是說動物 這是一條生命 亦都是教育我們下一代 如何尊重生命 還有對整個社會 即是你 人同人 或者人同大自然 即是那個關係都會好 融合了 是的 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你尊重生命 其實你的人 是不會壞到哪裏 是的 這真是一個得慾 其實這真是一些得慾 的課程 好了 在這裏 我今天又再次多謝Dora 還有Dora 多謝你 有很多動物 關於動物的視覺 好了 大家不要忘記了 如果真的跟我們一起 去維護動物的權益的話 請打我們剛才給大家的電話 28657111 還有上我們的Facebook 多點跟我們聯絡 支持我們的工作 好嗎 多謝Dora 多謝你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就將大家可以確認 請問大家 調查電子書 簡易 請一張